歡迎大家收看,歡迎光臨 我來日本這兩天,我選擇住這個郊樓旅社 帶大家看看日本的郊樓旅社是怎樣的 我已經是第二天來的 所以找第一個比較少人的情況下,拍影片給大家看 首先,這就是我們拆牙的地方 旁邊有廁所,樓上洗澡房也有廁所 廁所一打開,是自動的,非常先進 然後旁邊呢,沖水的那些全部都在這裡 然後會有地圖,教大家究竟現在你是哪裏,以及這裡是怎樣的 之後呢,我們會來到這個鎖架的區域 只要找回你的對的號碼,用回這張房門卡 就可以解數你的鎖架 所有東西就可以放在裡面,你的雜物,貴重財物,全部放在裡面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鞋櫃 給你放鞋子 首先你要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可能只是帶你換的衣服進去,洗澡等等 然後記得拿一張卡,你沒有那張卡就麻煩了 先關上,那就自動鎖住了 這裡會有一個步驟教你究竟你要做些什麼 首先你要Check in 然後去找你的Lock架放東西 然後呢,去洗澡,再去你的膠樓 那這裡有一個地圖 然後我們就去膠樓看看 那這裡呢,就是膠樓 你看到它是說要很安靜的 那由於我們現在是早上的關係 所以可以說一些話 因為我們10點以後所有人要Check out 來到這裡 就會是我睡的膠樓 昨天睡在這裡 如果有看我直播的,就會看到這個就是我睡的位置 那就是整條大走廊 然後有上下層 如果要上層的話,就要爬上去 然後一開始,我找了很久 究竟我的燈在哪裡呢 最入的位置 這裡 這裡,這裡,這裡 只有一個小燈 扭開,它才會亮燈的 那整個房子都算寬敞的 你看到我,可以打開一隻手 然後就算我整個人趴在這裡 你看到我的腳現在是門口 我部相機現在放在枕頭上 其實還有一個人頭位 就是我現在1米7 所以如果是1米8的話 那隻腳都不至於可以伸出去膠樓外面 1米9就比較難說 然後來到裡面 裡面這裡呢 有一個位置可以拉的 那你只要拉著它 拉到底 然後這裡有一個卡槽 那就會有一塊東西遮住 但是呢,我們只是用這塊東西遮住 所以它的隔音很差 晚上會聽到別人鼻韓聲 那也都是不可以說話的 所以 這裡晚上幾乎都拍不到東西 然後這個呢 就是它派給我們的日用品 那會有 洗臉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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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刷 牙膏 還有它一套衣服 那我自己戴了衣服 所以不用穿它那套衣服 整體上呢 舒適度都非常之夠的 那環境也都非常之美 那之後呢 大家看看自己的號碼 不要走錯 去了別人的房間的大劑 那就嘻嘻了 好了,我們沿途出去 帶大家看看洗臉房 那我們現在要去七樓的 洗臉的地方 那八樓是接待室 所以其實我們的順序是 一開始去八樓先 然後再去三樓 四樓去女仔 洗臉的 洗臉房呢 就這裡了 那這裡就是擦洗臉 那這裡就是擦洗臉 那 剛才我看到一群男人在這裡 洗臉的了 然後洗臉房在這裡 你要看一下 究竟有沒有鎖 不正常會打開的 還有我洗臉呢 它是這樣的 所有的房門是這樣打開的 你看到是沒有人 沒有人這樣進去 那進去之後呢 那就是關門 鎖上 鎖上 鎖上門 這裡掛衣 那這裡放些東西 是很大的 還比阿軒的那個民宿 那個洗臉房超大 那就是自己一個的 就是茄缸 不用那些傳統的浸浴 那這個非常之好 環境優美舒適 值得一讚 那搞定了之後呢 下面就會有一些 風筒 風筒 給你這樣吹 那你搞定你自己就可以了 然後 搞定了 你的洗臉毛巾 全部丟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 他會回收 那現在就 早上十點了 所以我要把房門卡 暫時交給他保管 然後我回來 再幫我開通一張新的 給我明天用的 那整個酒店呢 唯一要彈的地方 就是他的隔音太差 還有鎖鎖 要等很久 因為他只有一部鎖鎖 可以用的 另外一部用不到 可能他會分開男同女的 那我們男可以用這邊 下面 接著現在去還卡 你說 這是說真的 對 太可怕了 有點害怕 這裡是休息室 這裡不多拍攝了 怕他們害羞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出發 去回TGS會場 讓大家看看這個就是我們的入口 是不是? 挺不錯的 二百多元的酒店 三百多元的膠囊女館 都沒有這麼漂亮的 這條日本膠囊女館的影片 先拍到這裡 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按個讚支持一下 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還沒加上門下的底支朋友 可以按個訂閱和訂閱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Support